大家好,我是尹雪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活動是平行次元新危機 這個活動60等以上都可以參加 平行次元韓國今年直接改成次元裂縫,所以沒有辦 台灣大概是用這個活動來替換掉幻影回廊 所以幻影回廊應該就不會辦了 台灣只有在前年辦過一次 這次的活動跟前年除了獎勵之外沒有什麼區別 主要就是取得寵物硬幣 10個硬幣抽一次獎勵 獎勵有這些 主要就是他拔掉了寵物蛋,加入了前年沒有的抓寵道具 然後平行次元裡面有機率會出次元類型的MVP 次元MVP會掉正MVP的卡 活動大綱就是這樣子 那活動怎麼進行呢? 活動NPC是在普隆德拉北門次元超越者巴勒門德 跟他對話進入 那如果你身上還有上一次的CD的話 第一次對話只會消CD,不會給任務 所以要注意對話是準備好了嗎才是有接到任務 平行次元總共有三張地圖 普隆德拉,拉赫,里希塔勒陣 那進入之後會有三個狀況 第一種狀況,巴勒門德在現場 然後你跟他對話他會說謝謝你們的幫助 這個就代表現在守護石都恢復了可以領硬幣 那你領完就可以開其他60等以上的人物來領 第二種是巴勒門德在 跟他對話的時候他會提到有四個守護石 那就代表你是本場投降 請選擇修復守護石 才可以開始保護守護石 那第三種狀態呢應該就是大家比較常看到的狀態 就是巴勒門德不在現場 代表現在任務進行中 請協助保護守護石 接下來就跟大家講解怎麼保護守護石 現在畫面上是三個地圖的石頭位置 我們就是要去這些位置找守護石 那如果你看到石頭旁邊是這個紅色的特效 就代表他還會出怪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怪打掉 那如果你是補師還可以幫石頭補血 沒有補師也沒有關係 只要石頭旁邊不要有太多怪 石頭就會補血 正常來說他是補20次9999 但補的次數呢會隨著怪物的增加而減少 最後就不會補了 所以重點就是要有人打怪 補血只是稍微幫他加快速度這樣子 怪物不強所以低等的也可以打 反正就是盡量讓四個石頭都有人補 補滿的時候就會變成綠色特效 就可以前往下一顆石頭了 四顆都補滿的時候就會出現藍字公告 說請大家到廣場會合 就可以去領硬幣啦 領硬幣的時間 之前我算一下大概是五分鐘 那在關閉前他還會再廣一次 說即將關閉 大概過十幾秒就會把所有人都傳出去 然後再開始新的一輪活動任務CD是凌晨四點 一天只能領一次硬幣 但是可以一直進去 所以可以開大隻的進去打 然後其他小隻的領 那如果你在次元裡面看到巴勒門德說 不該出現的存在出現了 就代表這邊出網了 官方說的網友這些 但以前年的經驗來看他出的機率應該是不高 整個流程就是這樣子啦 接著我們就可以去找牆邊的這個 席微漢販賣機抽獎 如果你身上有25個強烈靈魂精髓 可以找席微漢換王寵 官方有說活動結束之後 席微漢就會恢復原本的兌換內容 原本的兌換內容好像是30顆精髓換皮裡恩吧 所以如果你有精髓要換的話可以趁現在換 那我們現在身上有400抽 立刻來開抽 那每個抓蟲道具抓什麼 然後寵物的功能是什麼 我都有整理在我的網站 我會把連結貼在說明欄 大家可以去參考 火焰冰是抓置業魔的 我記得他以前是商城還是轉蛋才能取得 那現在還是不能交易 不過可以收購了 這個官華柔軟草是抓群夜貓的 打邪惡像日葵會掉 他以後可以進化成狂暴野貓 然後再進化成虎王 當然要等台灣時裝啦不知道等多久 搜臭之後是抓土狼的 打嘉莉會掉 不過因為嘉莉是BOSS 不能偷我之前也是打很久 靈彥繃帶是抓木乃伊打暗神官會掉 那邊畢竟是個練功地點 所以還算有產量 木乃伊可以進化成狂暴木乃伊 之後順便可以進化成二塞里斯 這個枯木露珠是抓樹精的 打一種神木會掉 一種神木在龍影副本裡面 要解樂樂等任務才能進去 我當時就吃超年進去打一輪 然後立刻登出CD到立刻登入 進去省超年 結果最後是在釣寶加倍才打到的 夏戀的雪花冰是抓傀儡娃娃 之前活動有 但現在依舊不能交易 希望他有一天可以交易 抽完啦 那加上抽到的硬幣 這邊總共是589抽 零個金髓 我這邊總共的機率是這樣子 唉 好吧我這輩子大概不會有妄充了 好難過喔 那整個活動大概就是以上這樣子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請 컨텐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